这样的车厢既没有窗户也没有空调 更没有自来水和厕所 冬天车厢里和外面一样寒冷 夏天车厢里比外面还要炎热 因此押韵冰之间流传着一句顺口溜 夏天做烤箱 冬天进冰箱 第一次执行任务的新兵范科科 一开始很兴奋 觉得什么都新鲜 但半天之后 新鲜感就被车梯与车门 铁轨与车轮之间的撞击声 摩擦声冲淡了 为了保证物资和人员的安全 列车行进中 车门只能打开40厘米左右的宽度 这里是唯一能看到外面风景的地方 也是列车行驶过程中最为危险的地方之一